好 我們繼續來看 這個經講的比較多 即未換禮 然後講到 六受 六響 六行 六受 六響 六失 六響聲 六壽聲 六失聲 我們看 它說 有五受陰 這就用色受響行四 色其 色如時之 它通常就是如時之 色 其實就是五韻 五韻裡面有色受響行四 對這個色如時之 然後色其 色慰 色患 色禮 如時之 那受響行四 亦附如時 受 如時之 受其 受慰 受患 受禮 如時之 那通常它其實它是這樣 佛陀它基本上 因為我們的生命就是五韻 那它這裏翻作五受韻 它這裏翻作五受韻 那我們知道這個 早期的翻譯都翻譯作五韻 早期的翻譯翻譯作五韻 那後來的翻譯翻譯作五韻 所以這個受韻跟五韻 五韻跟五受韻 它的差別就是受跟曲 它其實就是直曲 你對這個五韻有直曲懶愛的 這個叫五曲韻 那麼就是 就是要像四 有直曲的狀態 叫做有曲式 一樣 那麼我們叫做五曲 全這樣翻譯作五曲韻 那五曲韻比較 我們比較會理解 那麼受韻 我們比較對於這個受韻 它其實感受 我們對這樣的一個 比較好像 比較不容易理解 但是五曲韻 我們就比較很容易理解 其實它是一樣的 它就是它的範文 它翻譯作曲跟受而已 那基本上就是 直曲五韻的狀態就是五受韻 直曲 直曲五韻的狀態就是五曲韻 就是直曲 那這個佛陀基本上是告訴我們 要如實 先分析五韻是什麼 五韻的身心狀態是什麼 五韻不外乎就是身心狀態 它不外乎就是身心狀態 那身就是這個受 身就是這個色 心就是受想行事 它不外乎就是這種狀態 那這個色法到底是怎麼升起的 什麼是色法 這個身體到底是什麼 它是由什麼組合而成的 那它是怎麼升起的 那我們怎麼樣齊攬著的 攬著了之後有什麼過患 那我們要怎麼樣遠離這種攬著 去除這個攬著 基本上它在講這個過程 就是說 我們對於五韻的身心 第一個什麼是五韻 什麼是色 什麼是受 什麼是想 什麼是行 什麼是死 就是說 我們的生命裡面存在的這一些 我們以為是我的五種狀態 色受想行事 那麼我們意義要認清楚到底什麼是我 它是什麼 那麼 所以它要如實知 色 什麼是色 它就告訴你四大所造是色 地水火風 類似像這樣 那麼色啟 色是怎麼升起的 那我們是怎麼攬著這個色的 畏 畏著 我們是什麼貪愛這個色的 在哪裡起貪愛 我們要怎麼樣對峙 我們要怎麼樣對峙這樣的過 對峙這樣的攬著 因為你要解脫嘛 你不對字 你就沒有辦法解脫 叫前面講的峰字 峰著 你就攬著在裡面 那他在講這整個過程 所以有所謂的受想施 六壽生、六絲生、六絲生 那受、想、行、事 就受想施 這裡叫做六壽生、六想、生、六絲生 那麼他都是由攬著而攬 那他在講這個情況 其實就是 一般叫做五曲印 那這裡就是五壽陰 所以他就有所謂的色壽陰 壽壽陰、享壽陰、行、事壽陰、事壽陰 就講這些 那我們來看 來看經文 他說 第一個 第一個什麼叫做色 你要先知道什麼是色 那麼諸所有色 一切四大 地水滬蜂 及四大所造色 四名色 地水滬蜂是四大種 就是我們叫做基本元素 基本元素 那這基本元素所形成的身體 比如說骨頭 比如說心臟 心肝鼻胃腎 這叫做五臟 大腸、小腸 骨頭、毛髮 胃、膽、三膠 這個叫六腑 五臟六腑 那麼骨頭、毛髮 這些全部加起來就是色髮 一般 一般 觀這個不淨 或觀這個色 有時候講 三十一身分 分作三十一種 從毛皮、肉髮、骨、血、爪 是種種 一直講到內臟 那麼這一些把它分成三十二種 那麼這一些全部都是由地水火風 那地就是像我們這個肉 就是地 地大 那裡面的唾液、尿液、痰 這個就是水大的 風大就是氣息 那火大就是溫度 類似像這樣 那麼這一些 形成我們的所謂的身體 所以他說 他說一切四大及四大 那照射 四大所照射 所形成的這一切 那麼就叫做射 重點在講我們的身體 這個也是四大所造成的 這個花也是 這個佛像也是 地大比較多 它還有水大在裡面 那麼基本上就是 它都有啦 像這個花也是 你攪出來是有水分的 那它也有空氣在裡面 還是有的 那麼這一些 那些基本上 世間之 就是我之外的 也是有四大 物質的 我們叫物質的成本 但是它重點在講 這個身體 無韻 不再講 身體之外的東西 所以 它什麼是射 如是射如是之 就是你的身體 是有什麼組合而成的 這個你要知道 那知道這個做什麼呢 因為 因為你知道了 你就知道 這個不是你應該懶著的 你也懶著不了 因為它是無常的 它是苦的 然後 它不是屬於你的 那你執著它是你的 其實它根本就不是你的 例如像這樣 所以它先告訴你 什麼是射 一般有些會 什麼是射 什麼是受 什麼是想 什麼是行 什麼是是 然後有些會 就是先理解 什麼是射 什麼是受 什麼是想 什麼是行 什麼是是 那這裡是先跟你講 什麼是射 那 什麼是射 其 什麼是射 畏 什麼是射 喚 什麼是射 禮 那這樣 然後後面 受祥行是也是一樣 什麼是受 什麼是受 極 好 那所以 第2個 第1個是什麼是射 四大局 四大所造 射 就是第1個 第2個 什麼是射 極 你要如實之 就是 它真相是什麼 它事實是什麼 那麼你要如實之 那麼 什麼是射 極呢 於射 喜愛 那這意思就是說 極就是生起的意思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色呢 為什麼會有這個色 那極就是積聚 那也是生起的意思 就是 我們為什麼會有這個色 基本上就是有喜愛 那你說 那我們現在這個色 是由過去 那麼積極而來的 就是 過去的夜 然後形成這個色 那過去喜愛這個色 所以你就 其實就是由懶愛而來 愛懶這個色 那現在這個色 也是因為你照顧你身體 那麼從小 給他吃 給他喝 然後照顧他 那麼 那麼 這個 長養他 那麼 就是保護他 那麼他才慢慢增長的 也一樣 所以 這個是 所謂的 色情 就是這個色 之所以能夠存在 這個身體 之所以能夠存在 而且 之所以能夠增長 那麼 是因為 你對色的喜愛 其實就是 貪愛 貪愛 我們叫做這個 前面講有四種愛 自體愛後有愛 然後 境界愛裡面 離皮喜樂愛 喜貪俱行愛 其實講這些 好 那麼這個都不離開五陰身心 不離開五陰身心 即五陰身心所面對的境界 我們叫做我 我所愛 基本上就是我愛我所愛 那我愛基本上就是 自體愛跟境界愛 那我所愛 我愛就是自體愛 我所愛就是境界愛 我所愛就是境界愛 鼻鼻喜樂 喜貪俱行 好 那 所以 什麼叫做色情 於色喜愛 就是色情 那什麼是色慰呢 於色因緣生喜樂 是名色慰 就藍著了 就藍著了 慰著 那麼你喜愛這個色 那因為這個色的因緣 就有種種的色 這個色因緣生喜樂 那這個是色慰 那麼慰就是慰著 就是他藍著 那他是在跟你講 你為什麼會有色 是因為你喜愛這個色 那麼你喜愛這個色之後 藍著掉這個色 色的因緣 那麼如是 因色畏如時之 這是第三個 第四個 因而色慰如時之 那麼藍著有什麼不好嗎 喜愛有什麼不好嗎 他說 這個 若色 他不是 他說 那 這有什麼不好嗎 我喜愛我自己 有什麼不好嗎 有 他說 如果他改變的時候 你就會痛苦 若色無常 苦 便予亡 是名色慰 那麼 他改變的時候 你一定會痛苦 那不讓他改變就好啦 我就不痛苦啦 他一定會改變 他不可能不改變 你不能讓他不改變 問題就在這裡 如果你可以讓他不改變 那麼 當然你就不會讓他痛苦 因為他改變 就會造成你痛苦 比如說老病死 身體的改變 一定有老病死這一部分 身體的改變 一定有老病死這一部分 他沒有辦法避免 沒有辦法避免 射身 我們說這個射 射身 我們如果是受想形式的話 這個射 這個射本身就一定會有老病死 這個射身出現的時候 我們叫做生 那麼生之後慢慢長大 叫做生長 廣大 他開始生長 那麼在這個生長的過程裡面 他就一定會 趨向老病死 他一定是這樣的走向 沒有辦法改變 那因為這樣你就會感受到苦 這個叫做無常變異 落色無常變異 他改變了 他本來是這樣 然後後來就變這樣 後來變這樣 後來變這樣 那麼你執著 你有的東西你執著他失去了 然後你就沒辦法 你的房子 那你的東西 你的什麼 因為天災 因為人禍 因為怎麼樣 不見了 那你就會 你就會很痛苦 就好像佛陀講 這個樹葉掉下來 為什麼你不痛苦 那又不是我的 因為沒什麼價值 如果你的鈔票飛走了 那就不一樣 那樹葉掉下來 飛走了 那你不管它 那麼基本上 基本上 生 他一定是往這個地方走 所以你一旦執取 愛惜 那麼你就會產生痛苦 那如果我可以讓他 不老不病不死呢 以前的人都在追求 怎麼樣讓他不老不病不死 所以長生不老 長生不死 在追求這個 但是從佛法來講 你沒有辦法讓他 只要有生必有死 你沒有辦法讓他 不老不病不死 你只可以讓他 老沒那麼快 或是病沒那麼嚴重 那你沒有辦法 不老不病不死 不可能 所以你一定會苦 他講這個東西 所以他就是患 他就是有隱患 有過患 還沒看見的我們叫隱患 那麼從這裡來講 他就是有過患 他會造成你未來的過患 就好像你的房子蓋在地震袋上 地震 地震來的時候你就慘了 你蓋在那個 你在那個水流的地方 大水來的時候你就慘了 現在大水還沒來 但是大水一定會來 幾年會發生一次 地震袋就是幾年 一定發生一次地震 那你說我把房子蓋堅固一點 也沒用 他來了你是擋不住的 無常的力量大過一切的力量 他你沒有辦法 你沒有讓他不發生變化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在講這個道理 所以他有這個過患 他說 若赦無常苦變異法 市民赦患 就無常就苦 他是因為他變異他就無常 他是有違法 有違法一定有深處意滅 所以他就變異法 有違法一定會轉變 那當他轉變的時候 轉變的時候你就會受苦 他就是一種 就是無常是總說啦 無常是總說就是他會改變 他不會保持在一直是這樣 那當他改變的時候你就苦了 現在當然不苦啊 可是你說改變也不一定苦啊 沒有錯 你生病變健康 那你沒錢變有錢 他也是改變 不一定苦啊 是 但是身體的改變一定是老病史 他沒有辦法 他沒有辦法說你越變越年輕 那不可能 當然你透過修行可以類似像煩老煩童這樣 但是他還是 他只是暫時的現象 他還是怎麼樣 還是老病史 即使在天人 無色界天人 他不老不病 但是他還是死 不老不病他還是死 無色界天人沒有啊 沒有老跟病的問題啊 色界的天人也沒有老跟病的問題 但是他有衰相 跟死相 衰跟死 那無色界天人根本就不衰不老不病 但是他也會死 那麼死了他的 原來擁有的殊勝的境界就沒有了 一旦死 他所擁有殊勝的境界就全沒有 那一沒有 他所擲取的東西沒有 他就會產生痛苦 他就會產生痛苦 這是很自然的 我們在人間也都是這樣的 我們擲取什麼 當他改變的時候他就痛苦 你所愛的人不再愛你 你所擁有的房子貶值 你所擁有的錢丟掉了 那麼這一切只要是你所愛的 你愛的越深你的痛苦 當他變化的時候你的痛苦就越重 痛苦就越深了 那你不愛的時候當然他就 他愛不愛你 你本來就不愛他 你還怕他愛你耶 他不愛你正好 那就是他基本上是這樣 就是你不擁著 他當然就 於世間無所擁著 無所取卒 當然你就沒有過愛 沒有恐怖 沒有痛苦 基本上是這樣 那他沒有任何擁著 你不擲取這個色身 不擲取這個因色身而有的境界 那麼你這個對世間沒有擲取 那你不擁著 所以他就不會生長 他那個我見我愛不會增長 那麼你就很容易斷掉他 就不再有了 不再有這個生長 就是擁著 那麼從這一生到下一生 不會一直有這種狀態 那這當然要透過 我們不斷不斷地 如時知如時見 不斷不斷地去認知才有辦法 現在我們這樣講 那講是這樣講 擁著還是依然擁著 但是就是說 當你不斷地 這種觀念越來越深刻的時候 那麼你擁著的力道 就會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就是沒有像以前那麼擁著的 那就算一個愛我的人 突然不愛我的 我也不會像以前那麼痛苦 我們都會經歷這種狀態 老實講 要印證會愛別人 那麼 以前跟你講好的 後來他反悔了 我們會很生氣 現在也比較不會 那麼以前很喜歡你了 現在不太喜歡你了 我們也不太在意了 那因為我們對於世間 本來很擁著的 現在也漸漸不擁著的 那一樣 那所以 那麼 他這裡在講 這色患 如時知 因為他 無常苦變異法 他是有過患 當你 因為這個色本身有過患 你擁著 他就有過患 那雲耳第五個 我們就把它分 分斷就比較容易 第一個在講什麼是色 第二個在講 那個這個色到底是怎麼來的 怎麼生氣的 怎麼會有的 色旗 然後第三個在講 這個色味 那我們怎麼會染著掉這個色 那第四個在講色患 那染著有什麼不好嗎 有 有過患 因為他改變了 你就痛苦了 那要怎麼辦呢 要禮 就講五個次第 這是什麼 為什麼 那 他的因緣 就是 他為什麼 色為什麼 染著 那為什麼會染著 那染著有什麼不好 他是怎麼有的 染著而有的 那為什麼會染著 那染著有什麼不好 那既然那麼不好 那我現在要怎麼辦 大概就講這樣 好 所以 那 怎麼樣 那現在要怎麼辦 那我已經染著了 而且我現在正在染著中 而且他也正在變化當中 我已經有這個色 現在問題是我已經有這個色 而且我也染著這個色 而且這個色 他也朝著這個無常苦的這個法則在進行 他正在變化當中 而且是朝著老病死在變化 這個也決定了 就是你前面講的這個都決定有了 那怎麼辦 已經有色 那也是因為 那是因為染著的嘛 那我也染著中 你說現在這樣我不染著哪有可能 那沒辦法 我已經染著中 我已經有了啊 那已經有了怎麼辦 那而且 有的 有的 他前面是 那如果有有什麼問題嗎 有有問題 他會產生什麼問題 那我們現在看 第一個 確實是這樣 而且我們已經有了 而且這個問題 正在產生 或未來一定會產生 就現在已經在產生 有些就是老病了嘛 已經有老有病了嘛 那麼或未來 他一定會產生 現在還年輕 但是未來一定還是老病死嘛 一定是這樣 那怎麼辦呢 好 他就告訴你 你要遠離 那怎麼遠離呢 好 那我要怎麼遠離呢 好 他接下來就是 他說 一色調浮浴灘 斷浴灘月浴灘 所以你要調浮他 他用三個 三個 三個次第 基本上 當然如果包括 色 禮 如十之 就四個次第 所以你要先知道 那個什麼是灘 那你要離這個灘 就是 第一個要調浮浴灘 然後第二個 調浮到最後沒有 那你才能超越 當你斷浴灘的時候 你就能夠超越浴灘 就是你不再 你不再受限他了 就好像你斷三界的煩惱 你就出三界 你就越超出三界嘛 一樣的道理 所以他基本上 從這裡 來講 那 他也可以分三個層次 一個就是如十之的層次 有灘 如十之有灘 先這樣 你知道有灘 第二個 你去調浮這個灘 調浮到最後 沒有灘了 就斷除這個灘 之後 你就超出 超出這個灘的控制 他基本上講這個 所以你第一個當然要調浮 那我們說調浮前面 有所謂的 如十之 那控制 調浮 那我常常講 就是 你要 第一個 你要知道你有煩惱 有什麼煩惱 就是你要有覺察煩惱的能力 覺察之後 要有控制煩惱的能力 不讓他擴大 這裡有火了 已經起火了 你知道 你不知道他就一直燒一直燒 燒到你知道的時候 你已經滅不了火了 很簡單 所以一起火 在可控制的範圍裡面 你就要知道 第一個當然要覺察 覺察這個灘 這煩惱的過程是這樣的 第一個要覺察 我有灘生氣 人一定有灘的 不可能沒有灘 那欲界的眾生一定有欲灘 色界的眾生有色灘 無色界的眾生有無色灘 三界裡面沒有不灘的 看灘什麼的問題而已 看灘什麼的問題而已 所以 你要了解 你一定要了解 那麼我的灘 灘在哪裡 灘什麼 灘多少 灘多深 那麼你這個一定要知道的 知道了之後 你沒有辦法一下子調浮它 那個沒辦法 好像撐忍心也是一樣 撐忍心是貪不成 撐忍心是貪不成 更大的反應 你知道有撐忍心 你不可能 你不可能就 你不可能就好像 在趕小偷一樣 把他趕出去 他就出去了 你是小偷 你不可以進來 你趕快出去 他就出去了 哪有那麼好 沒有那麼好 那麼撐忍在我們內心中也是一樣 貪心也是一樣 所以你知道了 你要控制他 是火 你控制他 不讓他在燒 就是說在他那個範圍燒就好 不要迫害太大 不要把房子都燒掉了 不要把重要的東西燒掉了 你控制他那邊燒 可以 就是我們的煩惱控制在一個範圍 第一個覺察煩惱 第二個控制煩惱 第三個就調伏煩惱 那這裡直接就講調伏浴灘 其實前面基本上就是 如實之就是覺察 那調伏就他這裡是包括控制在裡面 那麼控制就是 也是一種調伏 但是控制就是讓煩惱不繼續擴大 那調伏就是讓他變少 讓他變少 他通常是這樣 就是依經驗 依我們調伏煩惱的經驗 這煩惱像火一樣 煩惱像火一樣 這火也不會化 煩惱像火一樣 那麼他這樣在燒的時候 你先知道這裡有火 先如實之 這裡有火 是什麼火 是什麼樣的火 那麼你先把它控制 因為你一下子沒有水 或是水不夠多 臨時 因為境界來的時候 我們臨時那個法都力量不強 除非你本來就儲備很多法水 那麼就沒辦法 一來 因為你法水有的話 你煩惱其實也不太起 那起了很快就會滅掉 真的 真的就會這樣 但一般的人 一般的人一下子做不到這個 好 他會緊急 用很多法水 那力量有時候用不上 那除非你常常用就用得上 所以他如實之說 他就要先控制 首先不讓他擴大 首先不讓他擴大 那這個類似像什麼呢 比如說我們講撐火 撐火跟灘火都是火 一般我們講撐火跟這個灘水 你控制 比如說 比如說 我很喜歡這個東西 我想要把這個百貨公司都買回家 假設啦 那麼你要控制 我的錢不夠 我要怎麼樣 你就控制買幾件衣服就好 你不能不買 但是你要控制 那麼撐心也是一樣 我很生氣 我很想一拳打下去 我很想罵出來 但是我控制忍住 我很生氣 我沒有辦法讓我不生氣 也沒有辦法讓我 讓我生氣緩下來 但是 我生氣 我努力忍住不發作 那麼就是控制 控制之後就調伏 就讓它縮小 那這個狀態就是要先離境 不然你要離境 不然你會控制不了 因為心隨進轉 依這個境 你是依這個境而起 而起貪 或是撐的 所以你一直在這個境裡面 你發現你控制不住了 你就趕快離境 離境之後 你要進行調伏 你不要離境之後就不管它了 那問題還存在 要進行調伏 好好想 想清楚 那調伏的過程 不外乎就是如理思維 那麼你至於有這個 有這個火 那是因為不如理思維來的 對境 直取 而不如理思維 那有我愛的詢問在裡面 我見我愛 那你再進行如理思維 把它想清楚 把它理清楚 想清楚 那麼你就會看見 你那個承認心 或那種貪愛心 漸漸漸漸漸調伏下來 你就會看見 那調伏 每次都這樣調伏 它要經過很長的時間 看人 出國 惡國 三國不一樣 那凡夫不一樣 凡夫又分很多 所以你經過這樣調伏的階段 調伏到最後就變成什麼 斷除 就是不再有貪 不再有貪 至少就是正三國 不再有貪 就是把貪愛斷掉了 就是正三國 那麼你對五玉的貪愛斷掉了 那麼是正 這個是五玉的玉貪斷掉了 沒有 三國是三界的 貪都斷掉了 那麼 三國斷玉貪 對 是正三國 你把五玉的貪都斷掉了 是正三國 阿羅漢把三界的貪都斷掉了 對 如果你把五玉的貪都斷掉了 現在講的 如果我們現在講貪 其實是一樣的 就貪 你控制這個貪 比如說你對五玉的貪 那你控制住 那麼你把五玉的貪 先斷玉貪嘛 禮玉清淨 先斷玉貪 然後後來就斷什麼 涉貪無涉貪 那稱是由貪而有的 涉貪無涉貪 那你把玉貪斷掉了 你至少就正三國 三國就不來了 因為你就阿納喊 因為 你不來玉界 不來玉界 因為你就沒有玉界生長的因緣 你也沒有 我們這個玉界色身 我們玉界的色身 就是因為我們貪愛這個五玉 為什麼會有這個色身 因為你貪愛 你就是對色懶著 就是貪愛五玉 那麼由這個五玉色身 展養這個五玉的玉貪 那麼你才有這個五玉色身 那麼你不斷的長養 你不斷的貪愛 你就在玉界 你就出不了玉界 很簡單 很簡單 其實就是這樣 所以你畏著 所以為什麼會有這個色身 那是由貪愛來 貪愛這個五玉的色受響形 其實就是這樣 色 好 其實就是玉貪 那因為玉貪 所以就有玉界生 那你把它斷掉了 斷了這個玉貪 斷除這個玉貪 你就是正三國 那沒有的話 你只要玉貪還存在 你沒有貪主 玉貪存在 你有這個玉貪 那麼你就一定會有玉界的什麼 果報生 玉界生 那這個玉界生還要看你的夜 那好一點的就是冷天 不好一點的就是三二道 或是四二道 基本上你就是會有玉界生 就是會有玉界這個色身 所以他才會講 這個色身是從哪裡來 為什麼會有這個色身 從喜愛 那為左 好 那 你知道了之後 你進行調補 如理思維 如理思維到一個層次 這個階段很長 多長我們不知道 看個人 那先調補的是玉貪 玉貪調補之後 就要調補色灘 我色灘 那麼 當你把它斷除的時候 你就出三界了 這個就是事果 事果就出三界了 阿羅漢 當你斷除就是沒有貪的時候 因為貪有玉貪 有色灘 有色灘 當你斷除的時候 你就出三界 出三界 這三界的貪都斷除了 所以這個時候叫做什麼 超越 這就是超越 他在講這裡 這個時候就超越 超越這個貪 你就超越這個貪 好 我們來看 同學他說 怎麼樣呢 於色裡如此之 你有色的時候 有灘的時候 只有灘 那麼 調補灘的時候 只調補灘 就是 從有灘到少灘 從少灘到無灘 其實是從這邊的 我們都離 以前 以前人家說 你有過失 比如說 瞿博裕 活了50年 知道49年的過失 那麼 這個指路 聞過則喜 就是別人講到不好 或是他自己有什麼過壞 有什麼過失 他都知道 那麼因為知道 所以他能控制 他能夠調補 那麼到你都沒有過失的時候 那就剩人了 那基本上都是在這樣的過程裡面 有貪之有貪 有撐之有撐 那麼 一般人不能求無過 沒有 要先求寡過 就是少灘 也一樣 奴家也是這麼講 沒有罵無過的 就是說 最厲害的 最厲害的孔子跟元徽 孔子也不是沒有過失 孔子說 再給我多幾年 我讀玉京還是讀什麼 我忘記了 他說 我就可以少一點過失 孔子也是有 他也是有會犯錯的 那元徽 元徽最厲害的 也不是無過 但是不餓過而已 不餓過已經很厲害了 不餓過已經很厲害了 但是還是有過 那麼就是他會看到他自己的煩惱 那麼一般來講 無過是聖人 但是你要沒有過失 就是沒有煩惱 如果我們從 從佛法來講就是沒有煩惱 那麼他不是 一開始從有過到無過 這中間有一個什麼 寡過 就是煩惱變少了 寡過 先求寡過 寡 寡人的寡 寡過 就是 沒有以前那麼多 我們的煩惱沒有以前那麼多 所以我常常講 你一定要看到自己有什麼煩惱 在什麼境界上容易起煩惱 因為每一個人起煩惱的執著處不太一樣 每一個人執著處不太一樣 所以你一定要發現 你在什麼樣的境界容易起煩惱 你要知道你在起煩惱 這個是第一個一定要知道的 沒有後面就不用講 後面就不用講 那麼所以你一定要知道我在起煩惱 我容易在什麼地方起煩惱 好 那你知道了之後 你要學會我怎麼控制這個煩惱 你一定要學會 那這個過程 我們說過 就是你要知道煩惱的次數會減少 讓它減少 煩惱的時間讓它縮短 煩惱的程度讓它減輕 那不管是貪 撐都是這樣 吃也是這樣 那麼你慢慢這樣做之後 就有什麼寡過進度 少過 就有控制煩惱進度挑釜煩惱 那麼煩惱越來越少 煩惱的時間越來越短 煩惱的次數越來越少 煩惱的程度越來越輕 之後 要起煩惱之前 你就讓它不起來 真的 你就會進入一個程度 那一般儒家都說 喜怒哀樂之未發 就是喜怒哀樂還沒出來之前 他就把它消除掉 你要起煩惱之前 你知道要起煩惱 你就把它平息下來 這火剛要燒起來 你就把它滅掉了 就不給它有燒的機會 你就會明顯見到看到 但是每一個人 就是 這種煩惱比較好解決 這種煩惱比較不好解決 就不一定 那麼 但是你會發現到 你會進入到這種程度 一開始還是在處理煩惱的過程 就是多變少 輕變重 長變短 煩惱的時間縮短 煩惱的程度減輕 煩惱的次數減少 但最後你就會發現到 他已經不是處理煩惱的問題 而是讓煩惱不升起的問題 一要起煩惱 你就知道了 馬上就把它什麼 馬上就把它輔助了 讓他沒有起的機會 他已經有起煩惱的徵兆了 你就知道了 你就知道了 他不讓他起 那漸漸漸漸漸 這個詞還是有功用的時候 還是有功用 就是你還要 你還要 你還要做益 讓他不起煩惱 到最後久了久了 你也不做益 他根本就不起 這個就已經是 他任運了 任運了 那這個又是另外一個過程 但是你會發現到 我們是朝這個過程走的 那前面就是要覺察 然後要控制 然後用方法調伏 用方法調伏 調伏完了之後 你慢慢慢慢 還是做益的 你要很努力的 後面不太努力 他就自然不起 後面根本就不會起 沒有起的因緣 那當然這個就是 只有佛才這樣 阿羅漢也這樣 阿羅漢把煩惱斷了 他根本沒有起煩惱的因緣 沒有那個心 沒有那個懶著 不管他遇到什麼境界 他不會有煩惱 那個叫做任運自然 就好像我們有妄想一樣 久住心最後一個就是任運 最後等遲 他不再有散亂 也不再有什麼 他就是 那一般我們要保持那個相訊 我們要很 要做意 要很用心的 精進的 那到最後他也不用 他自然而然 他就這樣 那調伏環繞的過程也是這樣 他也是類似這樣 久住心的階段 內住 敘住 安住 敬住 調伏 就是媽媽媽 他進入另外一個層次 所以 如是 他叫做禮 色禮 如是色禮如時之 就是最初會怎麼樣 最後到怎麼樣 就是 你如果要調伏環繞 要調伏到什麼樣 才叫做究竟 才是究竟 這色禮如時之 那麼這個色禮跟色慰 就是對色的喜愛 造成色的生氣 就是浴灘 其實就是這樣 造成我們這個五欲的色身 夜暴繩 那麼你 由於你是 你是對欲界染濁而有這個夜暴繩的 五欲的欲界的夜暴繩 所以你現在對這個色有習慣性的染濁愛惜 那麼你要知道 就慰 慰著 那麼他說 接著他就講 雲和獸 色獸想行事都一樣 但是這裡講的 就是獸是什麼 是四大及四大手造獸 那獸呢 獸就是六獸身 他就不是物質的問題 是心理的問題 我們說五欲是這樣 五欲是這樣 色 那麼他這個是另外一個 是受想行事 這個是四大 四大及四大所造 四大及四大所造色 由四大形成的 以及四大所形成的 在這個色 色法 他講四大所造色 那這個獸呢 就講六獸 六祥 他現在講六祥 六獸 六祥 六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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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這麼說 那麼 因為這個色 根成四 合合身 觸 觸去受想事 比如說 這個色是 從 從這裡講是四大及四大所造色 但是因為後面講六獸 受想行 是 六獸 六想 六行 六死 那麼這個色 基本上就是我們的身體 就變成 我們這時候有受想 行 那麼主要是因為 我們的六根對六成 所以根成 六根 言而鼻舌的身 對色身相會 也可以講 言而鼻舌的身意 對色身相會觸法 產生受想事 根成四 言而鼻舌的身意 但是這個意不屬於色法 言而鼻舌的身意 對色身相會觸法 這個是色 這個是心 那麼由於這裡 那麼觸去受想事 根成四 根成合合 生四 四去了別 這個色 四去了別 然後產生受想 失 那所以就有所謂的六獸生 六獸生 六想生 六行生 那麼 因為它有 言而鼻舌的身意 對色身相會觸法 那麼從這裡 產生所謂六獸 六想 六行 這個叫六失 以失為主 行 以失為主 六四生 就變成這樣 就有所謂的六獸生 六獸 那六獸當然就是 言而鼻舌的身意 對色身相會觸法 就這樣好了 言而 鼻舌 鼻舌身 有些講到六獸生 也有講六獸生 六獸 六獸 六想 六失 六死 這也六獸 六想 六獸 六獸 我們現在來看經文 好 先來看 經文是怎麼說 他先說 什麼是獸 六獸生 眼觸生獸 耳鼻舌身意觸生獸 就是先有這個六獸 那六獸之後就有六獸 所以有些講六獸生 那六獸生之後有所謂的六獸生 就眼觸 耳觸 眼觸色 耳觸 瘦 就有六獸 眼耳鼻舌身意 色身相會觸法 三 四 五 六 那這個叫做六獸 這包括六獸 眼視 耳視 那麼應該是這樣 我們把這個拿過來這邊講 六根 六成 六四 這個叫十八獸 那麼 基本上 跟前四 何耳生 觸 就是六獸生 那六獸生就是眼觸手生 耳觸手生 眼觸色手生 應該是這樣 我們把它寫在哪裡呢 我們把它寫在哪裡呢 寫在這裡好了 這六獸生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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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觸 耳觸 眼耳鼻舌生意 所生 眼触所生 眼触所生当然是六根六成 眼根对色尘 然后眼是 然后就产生触 触距受想失 就产生受 眼触所生受 然后想就是眼触所生想 那么失就是眼 行就是眼触所生失 就我们叫做 根层四合合生触 根层四合合生触 触距受想失 距生受想失 触的时候就距生 同时会有受想失 所以这个就是眼触所生受 所以眼触所生受 耳触所生受 就是眼对色的时候 产生苦受热受 不苦不乐受 耳对生的时候产生苦受热受 不苦不乐受 我们看到这个人态度不好 眼触产生苦受 我们看到这个人 就是我妈妈我爸爸 产生欢喜 热受 看到这个人我不太认识 不苦不乐受 听到这个人赞叹我热受 听到这个人回报我苦受 听到这个人讲话跟我没关系 不苦不乐受 通常都在这里 眼耳鼻舌生意色身香味处法都一样 那这个意跟法就是想到 想到过去 想到未来怎么样 生喜生忧 基本上是这样 都在这个范围里面 又产生六受 六想六失 所以他这里讲什么叫受 就是六受生 眼耳鼻舌生意 那么对色身香味处法 那么了别 六失了别 那么产生 所谓的心理的感受 就是苦受热受 不苦不乐受 那这些受你如实知 那重点是你要如实知 我现在有什么感受 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受 那么你知道了 你就不会去直取 而且知道了之后 要知道 我如果直取了 我就会有过患 我就会痛苦 我就会受他限制 我就会请烦恼 那么所以你就不要去直取他 所以我们说 一样嘛 我们说 有人批评你 你苦受的时候 你不要直取 有人赞叹你 有人赞叹你 你也不要去直取 那哪一天不赞叹你 或是哪一天反过来批评你 你痛苦更大 那就是这样 所以你也不要因为别人赞叹你 而欢喜 也不要因为别人毁谤你而痛苦 这个叫做八风吹不动 沉寂苦乐 基本上就是这样 那么你必须要训练到自己 不直取的状态 所以你要训练不直取状态 你第一个步骤就是要如实之 那这一点就是你要有觉察性 警察性 要警觉 你一定要生警觉 我现在 我现在对于别人的赞叹 沾沾自喜 我现在染足上 我对于这个染足上 那你知道他会改变的 他今天赞叹你 不一定明天赞叹你 不一定一直赞叹你 因为他忽然发现 对你过度的期望 他发现你做不到他讲的 或是你不是他讲的 他悔恐过来 回报更厉害 所以你也不要太 你也不要太欢喜 那别人回报了 你也不要太难过 他发现 后来他如果他 他有智慧 他发现 他错怪你了 他反过来更护持你 这种东西很常见 所以你对于这些境界的生命 你不要太在意 但是你要如实之 我染足了 我以后会因为他而起过患 你越染足过患就越深 因为他会改变 就算他不改变 你也会改变 你的改变促使他的改变 或是他的改变促使你的改变 或是他改变 他不管怎么改你都不改 或是不管你怎么改 他都不改 他一样回报你 一样赞叹你 不管你怎么改 他都不改 或是你的改变促成他的改变 或是他的改变 又促成你的改变 反正事件上是这样 但是你有一个就是如实之 这一点不改变 那么我知道我是什么状态 好我知道好 不好我知道不好 那么我一定是向善向上 向解脱的改变 一定是这种改变 那么你有没有因我改变 而变好或变不好 那不是我能决定的 但是你好跟不好 不是我决定的 但我好跟不好 是我决定的 所以我决定要让我自己变好 这个不可改变 那这样就好 所以你慢慢慢慢理解了 你对世间有期望 但不会过度的期望 不会过度期望 你也希望谁能变好 特别是你的家人 但是他不变好的时候 你也不要痛苦 因为有些事情真的不是你能改变的 而且就算改变 他也不是现在马上改变 他是有过去有未来的 就是他可能在未来改变 所以你要先存这个心 那么让自己能够有力量改变别人 那么你先有力量不随别人而改变 就是变不好 你先有力量让自己 不因为别人的改变而变得不好 你才有办法因为自己的好 而让别人变好 特别是你想利益的人 眷属 父母亲啊 兄弟姐妹啊 先生太太儿子啊 如果你想改变他 那么你必须有能力 那么你的能力就建立在 你能让自己越来越好 你不随着别人的好不好 而好或不好 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有时候 急以要让别人变好 结果别人没有变好 我们也变得不好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变不了他 我们就变成 我们也跟着他痛苦 那这样 这样你都没有比他明智 没有比他有智慧 没有比他能调伏烦恼 你自己的调脑都不能调伏 那么你何 你哪来的人力去调伏别人 其实是这样 所以这个是 你要先让自己 就是能够调伏烦恼这一块 而且这一块很重要 就是如实之 如实之 问题的增结 以及这个解决的方法 问题的增结 那么痛苦的原因 就是问题的增结 然后解决的方法 那到哪里算究竟 如果你不晓得 要做到怎么样才是究竟 你可能就是得少为主 或是非果祭果 这个不是究竟 你以为这样就究竟了 那么你就会变成是这样 好 这么快就到了 好 那因为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讲到所谓的六 六寿生 六寿生 那他重点就是调伏 那么 把这个寿讲完好了 那么他说 寿患 寿位如实之 他说 于这个寿如实之 寿己 触己是寿己 我们把这个寿讲完 触己是寿己 就是跟前是何而生 触 他才会有寿 他才会有苦寿 热寿 不苦不热寿 那你有苦有热 有不苦不热的时候 你如实之 那受胃呢 你懒着了 你懒着了这个苦 以六寿生 喜乐 是你受胃 你如实之 那你一懒着 你就知道 这个是烦恼 这个烦恼有过患 因为他一定会改变 所以你受患如实之 为什么会改变 因为他是无常的 无常的一定会改变 那么改变的一定会 他身体部分 那么他一定是老病死 那么感受部分 心 他已经会变没有 热的会变没有 当然苦的也会变没有 但是他就是你会因为这样 那么常常患得患失 那你了解了 那么这是受患如实之 那怎么样理呢 你就是要调伏 当你执着这个苦受热受的时候 你要调伏他 那么调伏到什么程度呢 调伏到你不再在意 不再注意 不再染拙 那么任何的受你都不染拙 那么你就超越 超越了这个受的过患 那这个叫受 受底如实之 好 那我们先讲到受就好 后面 六响声六诗声 其实是一样的 那我们后面再来说 好 大家合掌回向 愿以此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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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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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皆供成佛道 给你带我 对我担心 穿上 我等于众生